就像我以前一样 我去公司干嘛 找麻将搭子的 然后就走了 我去公司找麻将搭子的 然后就吃饭了 然后就走了 就是这样 然后他们生意一定要给我做 不给我做交给别人会很倒霉 那没办法 他们都试过了 给他就没事 给别人完蛋就出事 我是这样过来的 但谁把我点破 我的师父 我的师父说 你呀这样没有用 你吃的就是过夜的食物 什么叫过夜 昨天煮好的 你现在拿来吃不好吃 我问我说这什么意思 你上辈子修的 要洗腹浪费没用 别人赚钱很辛苦 你们每天在那边玩也有钱赚 我后来就相信佛法 去思考这个道理 对 不要浪费 要洗腹 不能这样浪费 所以加设尊者 后来又讲回来 但是为什么这个妙贤 她会被强奸呢 而且为什么妙贤皮肤很漂亮 因为她贴了这个金 所以她皮肤很美 很美 但是她这个女生 她心里面还有一个不好的想法 她很希望她这个美 被很多男人都看见 虽然她贴金了 她发一个愿 希望很多男人看到我的皮肤 这是心里的因素 都很喜欢跟我在一起 因为这样 所以没办法 她有一次就投胎做一个 很美很性感 皮肤漂亮的不得了的妓女 一个念头 一个念头 那有一次这个妓女呢 有一个男人说 又要跟她睡觉要五百金 五百个金子才能跟她睡觉 她就给人家收了五百金 结果下午要去 要去跟她在一起的时候 马车经过一个地方 被一个贵公子看到 哇 那个女人这么漂亮 然后开车的公子说 跟她睡一次叫五百金 她已经要出门去了 然后这个公子 五百金就把她挡下来 我给你一千金子 陪我 陪我 这个妓女好吧 一千金 然后就陪她睡觉 然后那五百个男人在公园都准备好了 来了 来了 结果等了一天半个女人都没来 她们五百个就恨 好 骗了我们五百金 生生世世如果碰到这个女人 我们五百个就轮流强奸她 就是有一段姻缘 所以后来妙贤 她先生出家了 碰到佛陀出家了 她还没有找到佛陀 那个时候她本来 家世叫她在家里等 等我找到最好的老师 你再来出家 但是她很急 她还要出家 结果她走错地方了 现在那个宗教还在 叫奇纳教 念一下裸体外道 现在印度还在 就是说他们修行人 一辈子都不穿衣服的 女生也不穿衣服 男生也不穿衣服 而且他们持的戒力 比佛教还严 为什么 地上走路一定要看 一只蚂蚁都不能踏到 故意的 他们一辈子吃树 所以影响了印度 印度现在百分之七十的人 还是吃树 因为这个奇纳教很强 他们拜的形象也是佛陀的样子 但是不是佛陀 叫大雄 叫大雄 他没有穿袈裟 但是他的外表也跟佛陀一样 三十二相 叫大雄 叫奇纳外教 那个时候在佛陀时代就有了 然后呢这位妙贤 他出家 他就走错了 他以为他们这么精进 他们这么精进 所以他就跟他出家 一出家以后他还要脱衣服 这一脱衣服还得了 他那个皮肤太漂亮了 所以有五百个修行很高阶段了 看到他都修不下去了 所以五百个人就讲好 天天就跟他强奸了 这样 妙贤就是这样 所以各位 一个念头 希望漂亮 性感 再来 收人家钱没有去陪人家 所以这五百个人就可以 一天生生世世强奸他 妙贤被强奸到快死了 有一天 有人同情他 就去报告那个奇纳教的教主 普南努 他说 教主啊 你五百个高弟子 就五百弟子 天天强奸一个女人 这个事情你赶快自止 如果把这五百个赶走 不然你这个僧团 你这个团体会被伤害 但是这个普南努想不行不行 如果我的五百弟子都赶走 我就没弟子了 我就不叫教主了 他就把五百个找来 一次五百个太过分了 一次两百五个就好了 所以就两百五两百五 你们控制一下 然后这弟子师父受不了了 你看到你也会跟他上的 他实在是太美了 那个没办法看到他都不用打坐了 就是这样 所以普南努为了这个事情也下地狱 也下地狱 所以你看妙贤被强奸到那个样子 后来就是因为加塞尊者出来脱拨 看到他的太太在那边哭 因为又被强奸完了 然后他一问才知道 那个时候妙贤看到先生来的哭 哭到不成人形 你都不回来带我去出家 结果我走错了 所以加塞尊者就带着他妙贤 去找佛陀 但是他已经不相信了 他说你们那边会不会像这边这样 结果当然加塞给他保证 我们佛陀才是真正的修行者 然后他就皈依了佛陀正式出家 但是出家以后更可怜 他不再出门了 因为他知道一出门人家又要强奸他 所以因为那五百个人还在想办法找他 然后后来怎么办 加塞这种持戒修苦行的 每天脱拨就脱两份 脱两份呢 一份就拿给他太太 整个僧团都在骂 加塞苦行持戒第一 原来后面还养了太太 后来加塞一听到以后 他就跟妙贤说 从今以后我不再为你脱拨了 因为我已经被误会了 然后后来他太太也没办法 天天都包着像嘿嘿的出去脱拨这样 怕人家看到他的皮肤 所以当然他后面也震的阿罗汉 但是他震的阿罗汉那一刻 我们阿罗汉有两种 你可以讲会解脱 心解脱 所谓会解脱就是说 他了解空性 而正的解脱 不会起心动力 那心解脱呢 心解脱就不一样 心解脱除了正的空性 他有入甚深的禅定 他会开发神通 所以会解脱阿罗汉 没有神通 像我们现在末法 末法没有人可以震到心解脱 末法你大部分就震到会解脱 有空性 但是你没有神通 你必须用凡夫的肉体 凡夫的智慧 悲心去度众生这样而已 那会解脱在佛陀的时代有 那妙贤比丘尼 精进修行得到会解脱 正的罗汉 解脱生死 但是他没有神通 但是有一天呢 他的夜报又来了 有其中一个外道 又看到他 就是强奸他 又找到他 结果在强奸的时候 正的心解脱的叫莲花射女 这个莲花射女很同情他 莲花射女他的故事也很长 也可以写一本书 他以前是个最出名的妓女 他的皮肤比莲花还漂亮 他后来也被佛陀杜化出家 所以当妙贤比丘尼 被这个外道找到要强奸的时候 那莲花射女用神通飞到空中 教他那种甚深的禅定 所以各位 妙贤比丘尼是在被强暴 还没有强进去的时候 修得心解脱而挣阿罗汉的 这样 所以挣阿罗汉不是时间的问题 是一个 一个你心态的问题 因为那个时候 如果他不按照莲花射 你教他了 他就要被抢奸了 所以在那个时候 他很认真的 突然震着心解脱 然后又有神通就飞起来 这样一飞起来就没被抢奸了 所以 那当然释迦牟尼佛 如果各位愿意看 这些十大弟子各个的故事 精彩的不得了 我很希望各位把这个 如果你是个导演 编剧 我都有在酝酿 下辈子不小心 我就会变成一个导演编剧 因为你要把佛陀活起来 活起来你要把这些拍成一个真实的影片 听说印度现在有拍了佛陀的故事 五十三集 我没有时间看 我看了一下 至少非常好 但是呢 这里面的拍的过程 还是比较属于解脱道的 他没有把佛陀的那种 大称的神通视线变出来 因为这一集里面 他只把佛陀当作一个凡夫的人格 怎么样去解决问题 以这个角度去拍的 因为他是斯里兰卡人拍的 斯里兰卡是南传佛教 所以就没办法 但是我们是大称佛教 佛陀不是光一个平凡的人格 佛陀有超越人的这种智慧神通 但是这些没有人做 以前钟上仁波切有发愿要拍 但是还是没有完成 因为拍这个要有很强烈的团队 内容 导演 扮演佛陀 扮演佛陀扮演最好的是基督李维 是吧 认识吗 骇客任务那个男主角 骇客任务 他扮演过佛陀 拍的小佛佛 对不对 他扮演佛陀 那四段影片还拍的不错 那时候在尼泊尔拍的时候 我也在尼泊尔看 他把佛陀的那种 视线神通 降魔尘道的过程 至少显现 所以基督李维 也不是一个简单人 应该过去是出家人 所以这辈子没有命 没有夫妻子女命 像个流浪人一样 因为他本来就是个出家人 不然他不能去拍这个片子 所以简单的说 好心肠 加上好头脑 就连在一起 然后让自己能够发挥生命的意义 去帮助众生 所以中国人讲一句话 你讲 以人为受 活的不是寿命 你活在这个人间 对世界 对众生 所做的好事 奉献 那才是你的生命 就像历史上 包括佛陀 这些伟大的人 就像德烈莎修女 他虽然死了 但是他活在人们的心中 他代表一种信仰的爱 一种对可怜人的关怀 这个是 我们要追求的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佛法 究竟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 所以生命电视台 有责任 将佛陀的正法 不分宗派 传播在这个世间 希望各位多关心 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正号 1996-5232 1996-5232 顾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生活难 得文正法难 诸佛出现世间也难 所以这个人生难得 应该是生活在中国难 就是出息地有福化的所在 可能是发异的问题 我们现在做人 又出息地有福化的所在 还有很多听闻福化 那一集 还有很多 嘟到佛 这个世界有感 有很多大成就者 各位 几些观神菩萨 本书菩萨 都视线 只是你看得到吗 你的心哪里改断 你就知道它是 你的心哪里改断 你不知道 所以佛菩萨不可能遗弃我们 不可能 随时视线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细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